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系統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o 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我們也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會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好在我們今天的視頻開始之前 做點小廣告 如果你在11月18、19人在台灣的話 我們會有一場的 兩場的說明會 一場在新竹 一場在台北 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到我們的這個 Facebook、官網等等 很多了 都可以找得到這裡 然後可以booking 來歡迎參與我們的說明會 好 我們今天我想要把它縮短一點 因為大家不喜歡看長的視頻 很多的網紅說長視頻 已經 doesn't work anymore 大家都要看TikTok這種東西 但anyway 我們 知識型的東西 我沒有辦法把它縮太短 不過 我還是把它 盡量 OK 今天大家按進來都想要了解 那 哇 那這個上禮拜已經談到 還有這個澳洲未來的這個移民政策 都會往雇主擔保 就是有工作的方面走嘛 對不對 他們開放了嘛 哇 那 我怎麼找到澳洲的雇主 那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雇主擔保簽證 它要整 它的整個structure是怎麼樣 當然我們在之前的視頻都有講解過 今天在這邊 先跟大家簡單的解說一下 然後後面呢 再跟大家探討 如何找到雇主 然後怎麼樣的方式 才是比較有可能 還有成功率較高的模式 好 首先呢 當然 雇主擔保簽證就是 482TSS Temporary Skilled Shortage Visa OK 那我這邊先選了Medium Term 因為 Anyway 因為 10月25號以後 Show Term的也跟Medium Term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所以 我不曉得他們要Merge還怎麼樣 不曉得 說法規等於10月25號會正式出來 我們還會再重新再做一次的視頻 再跟大家做完整的解說 好 如果你要成為 482簽證的成功申請人的話 那第一呢 你要先了解 好 我們這個482簽證 它沒有年齡的要求 沒有年齡的要求 不等於 你一定就可以拿到PR 因為拿到PR的時候 就有年齡的要求 必須要在45歲以下 或者是 你是在澳洲片眼地區 這個 從事醫療 就你是醫生啦 OK 或者是 你是高薪聘僱的 不過這個高薪聘僱的法規和定義 你還不知道 我們11月25號才會出來 到時候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好 然後你如果是在澳洲境內的話 你必須要持有簽證 那這個都是廢話啦 那當然你如果發現你在澳洲境內 結果你沒有簽證的話 那你怎麼還會發現呢 你應該找就應該知道了 表示你的簽證已經預期過期 你已經黑掉了 黑掉的人 對不起 你沒有辦法申請這個簽證 好 還有你之前的簽證 你不能有任何的問題 比如說 not comply 什麼叫not comply 比如說 你原本是學生簽證 結果你沒有去讀書 你被大學踢出去了 sorry 那你這樣的簽證就會被cancel 你可能就會預期就沒有簽證 叫unlawful OK 跳過這一個 be nominated by the proofs 反正當然了 你一定要是有這個僱主來擔保你嘛 不過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邊講說 working nomad employer 它有兩種耶 第一呢是澳洲的business sponsor 那當然沒有問題啊 如果是澳洲僱主一定是澳洲 這邊還有overseas business sponsor 所以很多人會跑來問說 哎呀 卡 可不可以 那我樓下的餐廳想要開分店去澳洲 那我就可以用 是不是用這個overseas business sponsor 就可以拿到雇主擔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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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overseas business sponsor 我這邊講解一下 基本上它的意思是那種國際級別的大企業 OK 然後呢它通常是用外國公司持股澳洲的分公司 所以他們叫overseas business sponsor 你不能去找樓下的早餐店或者是隔壁的會計師事務所跟他說 哎那老闆老闆 我願意幫你去澳洲工作 你去幫我開一個overseas business sponsor 然後這樣擔保過去 對不起這樣子不會work OK 好 然後呢你必須要在你的這個職業背景裡面 這個是講什麼東西呢 其實蠻簡單理解的 會計師事務所就要擔保會計師 好 然後餐廳就擔保廚師對不對 IT公司就擔保IT的工程師 那土木工程這個企業就擔保土木工程師 所以這很很容易了解 理解的 那你必須要在這個 不管你的職業別裡面 一定要有你這些的 該有的學歷和經驗啦 學經歷啦 OK 所以什麼意思呢 那這個不是為什麼還要寫這個東西 那當然就有些人會跑來說 我那個我好朋友在澳洲開餐廳的 他要聘我我就可以過去 那我問他那你以前是做什麼 喔我以前在會計師事務所工作 那不行啊 那他 你根本你的背景跟雇主要給你的工作 完全不匹配啊 雖然他很好心要給你工作 但是對不起 不能這樣子OK 或者是那個那個 我有一個好朋友 以前的大學同學 他現在在澳洲開IT公司 那他想要聘我過去 好啦 那我下一個問題說 那請問你的背景是什麼 喔我一直都在這個醫療診所工作 醫療診 你有IT背景嗎 你要去幹什麼 你不能去聘過去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有匹配和對口的這個背景 OK 然後呢 後面呢你還要你在你這一個職業裡面呢 至少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 那這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呢 可以是在你學習的時候累積的工作經驗啦 所以這有一點點跟職業鑑定比較不一樣 職業鑑定會必須要在學後的工作經驗 所以他這個呢可以包含在學 在讀書 或是在學程之中的 所以這邊有基本上有講解 比如說你在Master PhD的時候會工作 或者是你在一些澳洲的這些課程 像比如說廚藝課程裡面會派去工作 不過這些需要是有付費的啦 那這些都可以算得進去 稍後有兩年的工作經驗 基本上就OK 這個其實是在之前的前任政府放進去 以前是沒有這個的喔 那應該還是會繼續往 還是會有啦 好 Positive Skill Assessment 這個可能我們基本上如果是華人背景的話 基本上是不會再遇到這樣子的東西啦 那這個都比如說是在 喔不對喔 如果你是持有中國護照的 你還是要做職業鑑定 OK 職業鑑定 只有香港 台灣 日本 韓國 可能就不需要 OK 不需要 這個他們是有特別的一個要求的 所以有這個需求的人可以再聯繫我們 好 我們跳過去 接下來要看一下就是雇主的部分啦 很多人說 我有這些資歷和經驗 那我要如何找到雇主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雇主他必須要達到的標準 第一呢 他要持有澳洲移民局認可的叫Standard Business Sponsor 也就是雇主擔保的支持啦 這個其實不難 基本上只要他是一個合法 然後有賺錢的公司有企業在澳洲 基本上都沒有問題 然後Nominate Worker in a Legible Occupation 什麼意思呢 簡單來說就是我剛剛講的 會計師聘會計 會計樓聘會計師 IT公司聘 IT工程師 對不對 ICT工程師 你不能說餐廳要聘會計師 不行 OK 然後如果是IT公司要聘個廚師 No 這樣是不行的 OK 然後他你看這個還有Unable to find this 這個就是Labor Market Testing 這個其實在之前的Migration Review Report 沒有講到可能要把它移除掉 不過至今如此還沒remove掉 所以他們還要打三份很無聊很白癡的廣告 OK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 是否在10月25號會remove掉 我們拭目以待 然後薪資的部分都要在7萬以上 好 這邊我想要花點時間來討論你如何找到 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背景 我們先放一邊了嘛 你要怎麼找到澳洲的雇主呢 所以大家一般來說 我們就去找那個招人招聘的網站 所以很多人就會去什麼呢 去seek.com OK 或者是另外其他比如說在澳洲叫Indeed 也是有還有不同的招募招工的一些網站 好 這個網站不難用啦 OK 你就把你的工作職業別打進去 然後你要去哪裡工作放進去 你就會看到一大堆的工作 然後大家就會說 哇工作那麼多 哇我只要找到這個工作 我就一定會被擔保 我就可以去澳洲 我就移民了嗎 問號問號問號 其實是不是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除了這以外 你找到那個工作以後 你還沒去interview之前 你要先確認啊 這個雇主 這個公司 他是有資質的 還是他能不能擔保呢 所以呢 還有另外網上 這邊有分享給大家 ABN Lookup OK 你可以把公司名字 或者是他的 他的這個 公司註冊的號碼 註冊號 打進去 然後查一下他到底這個公司是 正規的呢 還是不正規的呢 所以 不正規會跳出來 或咋查不到 那就有點問題了 好 好 我這邊來講一下 首先 首先以我們的經驗 我們也要想一下 通常透過這些招聘網站 找到的工作 對不起 你要成功被擔保的機率 超級超級低啊 OK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好 首先我們先了解 老闆們 或是HR 這個經理在想什麼 他們如果要招聘的話 當然是希望招聘當地可以招聘得到 就OK了 OK 所以他如果 一大堆的這個簡歷收進來 十份裡面 九份 都是在澳洲境內的 那你的那一份呢 人是在台灣 是在香港 是在大陸 或是在任何國際 其他非澳洲的地方 請問老闆 或是HR經理 他會做什麼事情 他的機率也會把你的放旁邊 已經不想看了 浪費時間 OK 那 那大家問說那怎麼辦啊 那 我如果真的想要找到一個澳洲庫 怎麼辦 以我們二十年來 在這個產業裡面 告訴大家 什麼樣的成功率是最高的 首先你人一定要在澳洲 你人在澳洲 那當然不是走進去 我看到這個咖啡廳 我很忙 我也會很會泡咖啡 我也會管理這個 我進去找工作好了 我直接就進去那個咖啡廳 然後 Can I see your manager Can I see your own business owner I want to apply for a job 有可能嗎 然後就把履地從包包拿出來給他 請問這樣機率高嗎 然後如果真的老闆就站在你面前 你馬上跟他說 Can you sponsor me for a visa 你覺得這樣成功率高嗎 這樣子其實也不高 沒有人會理你 大家覺得你是白癡瘋子 OK 所以呢不只你人要在澳洲 你必須已經在那個公司裡面工作 或是whatever the business 已經在裡面工作了 好 請問啦 你要有什麼樣的機率才能這樣子 基本上 百分之七八十 一定都是你原本就是留學生畢業以後 然後就在那邊打工 你就有工作了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去問你的老闆 那通常老闆們呢 這樣子的情況下會比較願意 為什麼 因為他try過了 他你已經試過 試工一陣子 他覺得你不錯 他想要留你 OK 所以重點在 這個老闆要有心意 想要留你 那唯一能留你 就是他已經 你已經試工過 成功的在那邊工作 不錯 你有productivity OK 然後他想要留你 他就會擔保你 所以那種直接在海外 找工作的機率低很多 申請一個ETA旅遊簽證 飛過去馬上敲門 到處敲門找工作的機率 非常之低 你必須要讓老闆願意留你 OK 你才有這樣子的機緣 或者是 除非你原本在你的原屬國的公司 就很大 國際型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真的要expand到澳洲去 需要你 他也可以 那他的意思還是要留你 只是把你派到海外去 但是這樣子的機率 本身也是 在整個 整個pool裡面也不是太多 有這樣子的人也可以直接找我們 好 那接下來我這邊 我其實也開了一個 這個 Google Form 所以你們可以看得到 在你們螢幕的 應該是 又 我在這邊 不是 這邊 OK 這邊大家有看到 雇主背景資訊 這個地方 這個連結呢 大家可以好好用一下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邊特別開了這個連結 為什麼要開這一個 Google Form的連結呢 最主要就是說 好 那 雇主願意做 那雇主不可能把他的帳本 資料啊 就交給一個 未來他想要擔保的員工嘛 對不對 OK 所以呢很簡單 他只要 他只要打 AMCnews.com slash employer E-M-P-L-O-Y-E-R OK 他就會進到這一個表單 他可以把他的資料填進去完了以後 我們這邊呢 會回覆你的老闆說 你們的資料可以是達到標準 而且我在我這表單裡面 我還不會直接跟他要他的一些 sensitive privacy information 比如說他的一些帳本等等 所以我們收到以後 我們會再E-mail給他 那OK了 我們會再直接跟他 直接做其他溝通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協助到 你的老闆 你未來的老闆 還有你未來的sponsor visa Anyway 歡迎大家 任何問題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期見 拜拜